周公瑾命太史慈是捧见监验 你拿着我这宝剑看着 今儿在这酒席宴前 谁要是说出来曹氏与东吴的事情 就定斩不容 太史慈把宝剑接到手里 他是按见而作 酒也不喝了 瞪着两个大眼睛 瞅着这中军帐里边 所有这些人 我看你们谁提这个事 其实这是监视谁啊 人家能监视人家自己的人吗 主要就是看着蒋干蒋子意 蒋干也不傻呀 他当时吓得是面如堵塞 蒋干一想问一下 公瑾娜 你好厉害 赌赌赛沿路也没有这么赌的 这叫玩命啊 看来这趟三江口 我要白来呀 这回去见了曹公 我可怎么就待着 还得在这儿挺着 周公勤给他满了一杯酒 任兄 请干了这一杯 贤弟 好好好 公勤不如从命 这杯酒啊 简直是顺其两股下去了 公瑾看他把这杯酒干了 都都很高兴 因为蒋干喝得很有诚意 周都都把酒杯举起来 让过猪将 咱们一起喝吧 大家都没有什么顾虑了吧 今天只是喝酒 不会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说完了吧 这杯酒喝下去 蒋干咱们一琢磨 我别在这儿傻喝呀 我得找个什么茶口 唠两句 真格的一提这事儿就能给宰了吗 不会吧 你看公瑾多和气 啊 真像接待一个多年老朋友似的 这么出喜贪心哪 恐怕想干这酒喝不好 让了这个让那个 请了这么多的人 不是就会陪着我吗 看来刚才那几句话呀 是场面话 不得不那么说 也许 想干想的这儿 扭过脸了 一看太史词 词又没了 怎么 太史词正瞅着他呢 心说我 我啊 我再待会儿吧 我 我跟龚锦是多年的老同学 这位可不行 好家伙 那俩眼瞪得跟刀子似的 刚才人家都督有令 万一我这儿一提这两家打仗的事儿 这位过来 递了我这脖领子本 但那大仗外边给我一些子 你说这是何苦的呀 蒋干一想 心事 他这眼神就发直 公锦又劝酒了 子一兄 您在想些什么呀 啊啊啊啊 贤弟 我没想什么 贤弟饮酒 贤弟 饮酒 子一兄 我再问一句 不是没有什么使命在身吗 没有 兄弟 我已经跟您说过两次了 我就是来看看 好啊 子一兄既不是到这儿为曹石做说客 我们这老友应该得好好喝喝 好好地谈一谈 你竖小弟 我多想了 我虽不及诗矿之葱 闻贤歌而知 但五兄突然而知 不能不说你此行 有意 公锦说这诗矿之葱啊 就是贺思习诗矿变新生的故事 这段故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代 晋国的晋平公啊 手下有一位乐师 名字叫诗矿 这位啊 能作曲还能演奏 按眼下来说就是一位作曲家 演奏家 大概还会指挥 这位耳朵特好使 音准特强 你只要一弹这个曲子 他不单知道是个什么曲儿 而且还知道此曲的出处 当时晋国造了这么一座台 叫思琪台 这思琪台啊 就像那同阙台那意思似的 造完了之后 大家得来庆贺庆贺呀 晋平公就请来了 楚国的楚陵王 和魏国的魏陵公 其实啊 晋平公造这台 就是冲着楚陵王造的 楚陵王造了一座台 他那台呢 名字叫张华台 也叫细腰台 哪个细腰啊 就是这腰细 那意思 这位楚陵王有个癖好 他最烦这个绑大腰粗的人 他最喜欢那个细腰人 就是马峰腰 他挑的这个宫女呀 都得腰特别细 不单宫女这样 连他手下的文武大臣 都得是细腰 这些人为了讨国王的喜欢呢 都不吃饱了 诚心饿着自己 为什么 为那腰好细着点啊 每天这些大臣们上朝啊 都得用那个袋子 死来咧勒这肚子 勒一圈又一圈 有的都勒得 放了泡了 还有这情况 哎 楚陵王一瞅 他乐了 所以他建造了这么一座细腰宫 为什么进屏宫火了呢 就凭你 造个细腰台 我也修一个让你看看 修的还得比你好 修完了 他就把楚陵王给请来了 哎 就是这座丝旗台啊 坐在台上 喝着酒不能这么干喝呀 当时魏陵宫 手下有一位乐师啊 名字叫诗涓 他弹曲弹得最好 诗矿啊 经常跟靳平公提起此人 靳平公就说 能不能请你 在这酒席宴前弹上一曲呀 诗涓一听 那遵旨吧 就当时焚香 摆上了琴挤 然后把琴往那一放 就弹起来 诗涓那曲子刚弹了一半 让诗矿过来 就把琴给摁住了 不让他弹了 当时在台上吃酒的人就都愣住了 说人家弹着好好的 干嘛把琴给人捂住 不让弹了 大家这一问 诗矿才说 说这曲不能弹 此乃亡国之音 想当年五王发诏的时候 诏王无道信宠达机 残害忠良 他手下有个乐师叫诗宴 就专谈这种弥弥之音 敢听这弥弥之音这个词啊 不是现在才有的 打五王发诏那年头就已经有了 等人家五王打进昭歌城 殷咒王火坟摘星楼死了 他那乐师诗宴家的琴也跑了 跑哪儿去了 跑不了啊 他投入了浮水而亡 调和死了 此后啊 至凡有会音乐 爱好音乐的人 有打这浮水经过 就从这水里啊 往外发这种音 诗矿当时啊 就在这思琪台上 问诗娟乐师说 你昨天是不是由浮水走来的 你听没听 浮水那个有这种音声 这一句话就把魏灵工和诗娟都给说愣了 他们都双挑起大指 说诗矿这人可了不得 这儿都怎么这么厉害 确实我们从那儿走了 而且晚上就住在浮水河畔 听到了这个音声 我还晓得这很奇怪 不知道咱哪传来的这个音 我当时就学了 我就把它记下来 今儿个呢 才给几位大王演奏 感情演奏错了 当时就改了 这段故事就流传下来 就说诗矿这耳朵这么厉害 闻弦乐 耳之雅易 所以今天周朗说的这诗矿之葱 就是这个故事 讲看一听就明白了 您这哪儿是给我讲诗矿之葱呢 您这是想堵住我的嘴呀 哦 我今儿是要在酒席宴前一捣鼓曹吾两家的事情 我就是王国之音哪 我呀 装哑巴吧 贤弟说得好啊 来来来 咱们喝酒吧 周瑜热酒是越喝越高兴啊 喝着喝着 他就问蒋干 紫义兄 恭敬贤弟 你看我东吴 这兵将融合呀 啊 啊 蒋干亲说我早就看见了 够厉害的 这家伙就在中军战里 往这儿一坐一个个 亏名铁链 精神抖走 淋淋威风 贤弟 君乃飙糊之时 呵呵呵 任兄 你随我来 说到这儿 恭敬左手一提战袍 右手拉着蒋干 尤打中军战内 把他给拉到外边里 蒋干就得跟着 他先说 恭敬贤弟 你这把我拽哪儿去这是 怎么喝着喝着酒给拉出来了 周都督拽着蒋干 有打中军战出来 让蒋干往后看 看什么呀 蒋干举目抬头这么一瞅 这大战后边 远处里是粮草堆积如山 子一兄 我东吴 君粮可谓足矣 太足了 甭说目前打这点仗 再打八年也不要 哎呀 蒋干一想 别往下说了 行了 怎么又提起打仗的事呢 真乃兵请粮足明不许传哪 贤弟之掌东吴之三军 不为过也 随秀你过江了 我周瑜 世卫知己者死 光谨守东吴之众们 外托君臣之意 内截骨肉之亲 言必行 既必从 祸福与共 假使苏秦张义 陆甲力声付出 口思悬河 舌如利剑 安能 动我心在 说完这番话 他仰面大笑 又看了看 蒋干 蒋干心说 兄弟 您甭说 我已经都听明白了 周瑜说什么呀 他说我呀 是为知己者死 我受无主之重恩 无主最了解我 我为他卖命 我心甘情愿 我们不单是 君臣的关系 还是骨肉的亲戚 言听计从 祸福与共 降辅受罪 我们都在一块 你就是有苏秦张义 陆甲力声 在活喽 口思悬河 舌如利剑 不管他多么能说的人 来到我跟前 想说我 那是势必登天文难 苏秦张义 那是两位说客 陆甲力声 是汉刘邦高祖手下的两位辩士 辩士就是辩论的辩的 最能说 想这些位来到周公锦的跟前 都白费 何况你 蒋子役 蒋干 卡巴卡巴眼睛 瞅了 瞅周瑜 心说呀 我都明白了 我不言语还不行吗 贤弟 这乃铁石之将啊 心说你都铁了心了 我呀 我也就谢气了我 来来来 公锦又把蒋干给赔到帐里来了 让他看一看 自己这冰将和粮草 那就是告诉蒋干 我决心要和曹梦德打到底 进来之后 把酒满上 结茬喝 喝着喝着 周公锦高了性 同窗老友来了 就这么干喝多没有意思 我想给子役兄 舞剑一回 将干一听 哎呀 真是以保育兽 之烟死啊 周瑜要在酒席宴前练林剑 公锦吩咐 拿剑来 捧剑官走过来 把一把宝剑 往捉岸前这么一放 这样干不由得一愣啊 为什么 他没看见过这样的宝剑 看这口剑是剑长七尺 古代大概算七寸算一尺的话 是七七四十九寸长 绿沙鱼皮翘 金童狗金兽面金释剑 灯笼碎子四尺长 这剑在子弹幕里一块 托盘里边放着 盘子上铺着一块锦绒 公锦手指着宝剑 子役兄 持此剑错 你认识这口剑吗 蒋干把头摇了摇 先帝 于兄 其文不善我 猜个门写个字什么的还行 刀墙剑几呀 我可说不出和自乎某友来 倒要向天帝请教 子役兄 此剑明月战路 剑者先知弃也 宝剑呢 神仙都夸宝剑 神仙夸把腰刀 他就难看 所以说称为仙器 宝剑呢 乃器中之尊 古代的这些武器里边 属他最尊贵了 长枪呢 长枪为器中之帅 单刀就不行了 单刀为器中之贼 古有君子无剑不游之术 叫做古代的那些文人名士啊 那些知名人士 要想出去溜达溜达 都得带把宝剑 要没这把宝剑 都不出门 这叫君子无剑不游 杜普李白 那是诗人吧 都带把剑 讲究啊 想当年吴国剑师 叫欧爷子 他一生造了五口剑 五剑之一 就是其中有这口 赞如 此剑乃 无金之印 日月之经 出之有神 俗之有威 人行立礼 其剑自出 其剑所在之国 其国比绵远 昌赤 说这把宝剑 是借天地之正气 日月之精华 打造出来的 出之有神 俗之有威 人要是行立礼 比如遇生逆子 不孝顺爹妈的那个 打爹骂娘 这把宝剑 自己就能打窍里头 蹦出来 这口剑 要是在哪个国家 那国家呀 就国富民强 所以叫做 其国必绵远昌赤 恭敬给蒋干解说 这个的意思 就是告诉你 这口剑 现在我东路 我东吴必然 称霸于天下 蒋干是不住的点头 嘴里连连的刀骨 哈哈 自已不须此情 今来三千口 受益 非浅 我长老了见识了 恭敬微微一笑 保全兵首此一兄 少做 小弟 谢 愁了 说着把战炉剑拿起 大指一摁崩瘫 呐呐呐 这宝剑一出响 一鼓寒风 呜呜 剑干吸口冷气 这把剑这么厉害呀 这是白天 要是晚上 这剑要是这么一出响 不也还如一条银龙相访啊 恭敬拿这口剑 走到桌岸前 他往那一站 正观束带是挺身而立 二目平视 器官单品 保原手艺 右手背剑 左手掐绝 绝不动 剑不动 绝引路 剑相随 恭敬拉了这么一个架子 不单是蒋干 俩眼直勾勾的看着 在座的众将 是众目睽睽 都把眼睛瞪起来了 大家都知道 恭敬都督剑法高明 可是很少看他练 今儿个都督怎么这么高兴 这可真是来了老朋友了 我们呢 无形之中 都沾了蒋岸的光 只见终于把宝剑望起 咱们一举 战炉剑 好剑啊 战炉宝剑 光闪闪 举火烧天 惊敌弹 剑光起处 四银霜 薄荷展翅 锐血卷 销铜断铁 士气针 斩虎屠龙 刃不染 玉盘旋转 长空落 梨花万朵 碧空悬 剑周鱼 手如飞云 掩丝殿 身如龙亭 腿四钻 他练了一趟 八仙剑 箱子拖拦 拜中南 何仙彩虹 赵寒棍 阁老骑驴 桥头过 拐里云游 醉酒天 中里捧腹 青尿山 动兵 摊花 细牡丹 国舅 高山 关明月 采河渡海 捧金 莲 剑还没等练完呢 中军战中 是掌生四起 不大伙都给看傻了 等终于把剑收住之后 就把着帐口那儿站着的那几个亲兵啊 眼眉都没了 怎么回事 他们撑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瞅啊 那个剑光从他们眼前这么一过呀 感觉把那眉毛都给剃了去了 宫锦练完了剑 望着一站 是气不庸出 面不更色 你看他的头上灵 身上袍 足下血 腰中带 是土星不落 众将高呼啊 都督剑法如神 真乃剑中之魁缘也 剑干拍手喝彩 妙哉 宫锦 五弟不愧为当事之奇才 子弟兄 你顾将了 宫锦把剑还入侠内 众将纷纷过来敬酒 周都督这酒是越喝越高兴啊 他举杯 看了看大家 列位将军都督 都督 随后他叫蒋干 择一兄 攻进贤地 你看 诸将皆是我江东之尊杰 今日此会 可名 全英会 都督 好个全英会 干杯 干杯 哎呀 这顿酒啊 皆赏呼喝得下赏 由下赏喝到天黑 掌灯以后还喝呢 宫锦喝的是明丁大醉 蒋干早就受不了了 他心里有事啊 根本也没敢多喝 那大概有一半酒啊 都倒在袖口里去了 周瑜看见了也装没看见 周都的实在不行了 喝的都吐了 这还怎么喝呀 这酒席就算散了 宫锦拉着蒋干不放 说你我弟兄这么多年没见了 今儿晚上必须同踏而眠 咱们得在一个床上睡 蒋干是满口答应 宫锦贤地 我愿与贤地敌足而眠 呐 臣无聊 是 蒋干一想麻烦了 宫锦确实喝醉了 拿我当了他的亲兵了 我得掺着他 有个大帐出来奔请账 周瑜是一边走嘴里头 一边说胡话 一边说着话 一边吐 吐了蒋干一伸一脖子 哎呀 你别看说胡话 那有学问的人 说出那胡话来 也都很调理 周瑜说什么呢 他说丈夫处事立功名 立功名为平生 为平生无将罪 无将罪发狂音 行啊兄弟 你稍说两句吧 你喝的太多了 子役兄 我还可以再饮三斗 吐了一床啊 蒋干一看就这还喝三斗呢 他赶快把这被我单子卷巴卷巴 塞一边 扶着周瑜往床上这么一倒 周瑜翻来覆去 可能这酒喝的太多了 他难受 嘴里头一边吐呢 这一边吐 蒋干一看 哎呀 周瑜 周瑜 今天喝的是烂醉无礼呀 可能是真高兴 人家看来交朋友是真心实意 我这么老远来了 为招待我人家喝成这样 够朋友 蒋干又一琢磨 你够朋友 我怎么办呢 再够朋友也不能这么喝呀 哎呀 这醉了倒好说呀 明儿个他就醒过酒来了 可我怎么回去呀 我来之前 在曹丞相的跟前 把那话说得乐大乐大了 撑得起是 说下了狂言大话 说到三江这儿来劝说周公锦 劝了吗 一字我也没敢提 哎 他越想越憋屈 越憋屈越想 越想越睡不着 寝障之中 只有残灯一盏 借着那微弱的灯光 蒋干一看 桌案上堆着好多文书信件 蒋干心想 在这堆信件之中 有没有有关曹丸两家之事的呢 我看看 他从床上爬起来 怕惊动周瑜 悄悄地下了床 他走到桌案前这么一看 文书信件 堆积如山 哎 蒋干猛发现 在左边桌子角这儿 有封书信 信品上写着 蔡章 智书 大都督 恭敬 推下 蔡章 哎呀呀 不是我们曹营的水军都督啊 想着这儿一把就把这信给摁住 扭向回头看了看床上的周公锦 公锦嘴里头嘟嘟囔囔 嘴凶 嘴凶 啊 公锦先帝 蒋干 趁着脖子答应了一声 他慢慢的 把这信就拿起来 有里边把这信上抽出来 他扑在灯光下这么一看 上边几行朗朗大字 冒远降草 非徒势路 乃破于其事 今无等 以将曹军 困于水上 如得其变 即将 操贼之手 陷于挥下 日内有辩人 密报 万物便宜 蔡茂张云 顿手 无非呀 蒋干 唧唧唧打一冷战 这真是画人画虎 难画虎 知人知面 不知心 愿来蔡张两人 已经私通东吾 我必须讲此书 盗回曹营 谢于 丞相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